给大家讲一个跳步 跳步在比赛的实战中使用的非常非常多 包括麦迪啊 包括杜兰特啊 他们用的非常多 首先呢 我把外线给过了 过了之后呢 他们不会接着去加速 往里突 他们过了之后先挤了这个防守人 他向前走 挤了他 挤了他之后 然后阅读防守观察中风 如果他的中风没有上来 没有上来这时候用抛筒 用抛筒 如果对方的中风上来 上来我就要 用跳步 跳步完了再去 跳篮也好 投篮也好 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跳步 上来了 他如果上来了 我用单脚起跳 单脚起跳 双脚着跌 这样去跳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挂大动风都已经上来了 对 我就要跳过来 然后去跳篮 这样可以过 给大家讲一个跳步 前锋 必须要掌握的一个跳步 我给他起了个名叫 前锋的必杀技 跳步 当我在前锋拿球的时候 不过得外国会在拿球的时候 先做突然一晃 如果他上来了 把他给吐了 吐了之后 吐到这个地方之后 就要阅读防守人 如果防守没有上来 接近跳投 或者抛筒 都可以 如果你发现 斜防的中风上来了 这个时候就用我们的跳步 用我们的跳步 那么我说一下跳步的细节 有两个 第一个是单脚起跳 你看他上来了 上来了 对我就用跳步 那么我说一下跳步 跳步呢 就要单脚起跳 第一个细节 单脚起跳 上来 单脚起跳 单脚起跳 对 双脚起跳 一下就把它给跳开了 跳开之后 接着压着他去跳篮 压着他去跳篮 第二个细节呢 就是球中上面动 球中上面动 球中上面动 不要从下面动 球中上面动 单脚起跳 球中上面动 我再给大家做一下 当我出在这个地方 他上来了 中风先帮上来了 就跳 跳步 两脚着对 接着压着他去跳篮 转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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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彩